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今天谈一下 死神要降临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好 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要一一来解析一下 好 黑暗笼罩 为之恐怖来袭逃得了吗 台湾万人尽上万人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台湾又没打仗 又没怎么样的话 也没有台风进来 还是大地震奇怪 还有万人要受到什么灾难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好死神来了 死亡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一瞬间可能我们就被死神带走 他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跟无差 然后死亡带走了我们熟悉的生活 让我们陷入了对未知的恐惧之中 到底台湾的有十大死因是什么呢 卫福部公布了111年的最新十大死因统计结果 癌症连续41年来高居死亡之首 所以台湾的癌症是很恐怖的 这40多年来居然都是癌症死亡人数 非常之多 新冠则是首度禁绑位居第三名 去年因死大死因死亡人数 有15万多人 台湾一年死亡 157267人 和前一年相争的2万多人 还比前一年更多 一年死15多万人 前年死13多万人 增幅达13.2% 年增率则以新冠肺炎最显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111年台湾的十大死因 第一个癌症占了51927人 心脏血管疾病占了8.3% 这两个相加等于是很恐怖 它上升了0.5% 所以这两个相加是将近7万5千多人 那Coordinating死亡1万4千多人 肺炎也1万4千多人 这两个数据差没多少 脑血管疾病是1万2千多人 糖尿病也1万2千多人 这两个也差不多 脑血管疾病跟糖尿病 也加起来有3万多人 高血压性的疾病有8千多人 事故伤害有6953人 将近7千人很严重 慢性相呼吸道疾病有6千多人 然后呢 胃炎 胃病癌症 这些有5800多人 所以总total的台湾死因 这是排列前十大死因之一 好 那接下来的十大癌症肺炎肝癌 已连续43年排名 前两个顺位也代表说 这43年来台湾的癌症呢 都是跟肺癌跟肝癌有关系 透过早期的筛检呢 及查出病灶呢 其中癌症受到的基因器官退化 环境医疏感染 以及呢 饮食身体慢性发炎的影响 正因为成因众多 癌症发生比例 始终是居高不下 台湾呢 癌症的组合是非常恐怖的 我们台湾呢 现在很多人呢 都有慢性病 最主要呢 是高糖 饮料喝太多 而且呢 都是外食的人口比较多 这是一个很惊悚的数字 来 请小心 多数民众以为 只要没抽烟 就不会得到肺癌吗 不是 所以呢 不吸烟者 比吸烟者来得更高 哦 是你不抽烟 就不会得肺癌 不见得哦 所以呢 那我们常常说不煮饭 不抽烟就不会呢 检查后发现罹犯肺癌 因此无论有家庭 是不是有家庭室 或者呢 民众都要做筛检 了解身体的状况 比较好一点 好 恐怖的十分奇妙 根据数据也显示 受到疫情的影响 国内肆癌筛检率呢 有72万人中断筛检 所以台湾现在大概有72万人呢 他因为空气难停的关系 就没有再继续做筛检 比过去下降14个% 同时110年癌症死亡 时钟呢 平均10分钟 7秒就有人因为癌症而去世 看到这样的可怕的一个情况 每10分钟7秒 有一个人因癌症而去世 在台湾哦 所以呢 这数字呢 非常令人害怕吧 应该癌症组合很多 那如果以我们的人口结构来讲的话 10分07秒是一个很大的很快的速度 是不是 比去年还快了3秒 沉默的杀手 这些年屡见名人不敌大肠癌的病逝呢 或饮食习惯所引起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呢 是不是要非常的谨慎呢 这十大杀手呢 好 人生难免疫史 但是不要因为呢 不注意健康而提早死亡吧 好 乳癌也是 女性呢 36分钟就有女性罹患乳癌 36分钟 你要洗澡的时候摸摸你的胸部 到底有没有长硬快 那可能就是乳癌的开始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为什么现在的癌症这么多呢 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有关系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有关系 还有我们吃的饮食也有关系 有很多是改造基因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就吃下毒 还有很多有毒的毒素 都在我们体内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 所以呢 没有排毒的话呢 真的会非常严重 所以运动是最好的方法 运动就会让你排汗 排汗就可以排毒 好 我们继续看 乳癌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现在的乳癌呢 基本上要做X光检查 超音波检查 或者盒子共振 所以还是要看医生吃药 好 接下来的话呢 色腹性癌 这是中老年人的一个老毛病 那色腹性癌 通常治病成因 包括荷尔蒙、失调、高脂饮食 和家族的遗传 好发盖60岁到80岁 老年人 中老年人 所以早期发现不易 当作良性色腹性肥大而轻腹 其实不只肥大而轻 都是癌症 发生率与死亡率 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所以现在呢 男性要特别注意 色腹性癌 来接下来 口腔癌 口腔癌都好发在 缓年轻的族群 而且喜欢抽烟 跟嚼槟榔的同时 所以口腔癌都会呢 因为不良的口腔卫生 假牙 不当的假牙 蛀牙 或者喝酒 吸烟搅檳榔 其中有八成吸烟行为 七成有搅檳榔的行为 所以你同时都兼具 这两种的话呢 家族如果有人这样子的话 很多开卡车的司机 开车车司机 很多人都喜欢搅檳榔 然后抽烟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口腔癌的几率非常之高 来接下来 好 癌亡 胰胀癌是育后最差的癌症之一 有85%的胰胀癌患者已经到末期 死亡率之高更是有癌亡之称 所以胰胀癌现在呢 是台湾的癌亡 以前就是说心血管疾病 大家反而是注意心血管疾病 现在不注意的是这个 胰亡 台大医院建议民众因禁烟不喝酒 少吃高脂的食物 像是大家喜欢吃那种炸鸡 炸的食物 夜市也好 什么也好 反正到处就去买那个炸的食物 而且少接触染发剂 有肌溶剂 化学药品肌染料 并定期接受筛检 门道最终 必预防胰上癌 这个跟环境也有关系 我们经常的染发 这些中老年人也要特别小心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胃癌 胃癌因为早期症状都不明显 事成患者已经无法开刀 只能依赖化疗 亚洲国家像是日本韩国习惯吃的很咸 所以胃癌比例很高 所以你不要吃太多的腌制品 那个都是残留的一些毒物在里面 甚至我告诉各位 你们的器具煮饭煮汤的器具要非常谨慎 最好用是钢的材质 用铝的材质它会有残留物 所以以前的人寿命比较短 是因为他们都用铝锅来煮饭 还有煮汤 这个都有重金属残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食道癌也是天冷的时候 人民喜欢喝热饮暖暖身 所以如果超过摄氏65度 卫生处置WHO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热饮是65度以上的话 食道癌可能的致癌因子 所以你喜欢喝热它呼噜噜噜 哇很好喝 但问题是 这个容易让你的食道有癌症的组合 千万不要喝太热的汤 让它稍微冷却一下再喝 尤其刚煮起来的汤是热腾腾的 都七八十度八九十度 绝对要小心 食道癌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 也是不明显 平常就要留意自身的不适感 必须提高警觉 喝太热的汤绝对不可以 卵巢癌 日本的妇产科资料 卵巢癌的死亡率高与早期发现困难有关 卵巢癌通常都是在不预期的状况之下 因为卵巢很小 即便出现肿瘤 若不长到一定的程度 难以让人发现异状 每年都到妇产科透过超音波 内诊及见解才能及早发现的卵巢癌 你看看这个都是属于女性的癌症组合 好那么我讲到这个十大十一呢 台湾一年呢 癌症的癌亡呢 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那就是胰障癌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不要只注重 什么三高 血管疾病 现在更可怕的是 胃癌啊 肺癌啊 肺腺癌啊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生命杀手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 全球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也要特别注意呢 自身的家人的健康 以及呢 身旁小孩的一些问题 我相信呢 我们只要注意的话呢 应该可以防范于未来 很多年长的长者因为独居 所以呢 生活习惯呢 也有所很大的改变 或者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强 离癌的几率非常高 等你离癌了 你请家荡产 个人都没有用 真是很惊悚的那个金额 那你就算有健保 你还是要致富的费用非常高 比如说像是做盒子共振啊 或者化疗啊 这些都需要自己负担的费用 还有高贵料品以及注射 都是让你请家荡产 最可怕的来源就是癌症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我们要把自身处在一个呢 安全的环境当中 筛检过你吃的东西 筛检过你所使用的器具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